好,大家好 真的很乾淨可以站在這個舞台 因為在不知道等禮拜就要畢業了 那我是昨天特別從中國趕回來的 然後就是為了參加教練活動 所以今天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多一點 然後放這張照片在臉書分享的時候 被所有朋友就是痛罵 就是兩年前的時候還沒有變胖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說現場應該被 不認識人的時候就臭罵過 那在剛剛比較沉重的話題之後 在分享之前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是過去一年多我大概接了大概20場演講 那去年的10月份的時候 我在上海那邊做了一場小小的演講 是一個30幾人的小演講 那因為那邊都是陸生只有我一個台灣的學生 那我就特別跟他們做一個 介紹台灣 所以我就說Ladies and Gentlemen I come from Taiwan 那我就用了這張圖 當時呢我就覺得這張圖真的非常的棒 就是雖然這是一個搞笑的 可是當時台下的所有的大陸的朋友 都笑成一片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一直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為既然兩岸現在其實並沒有太多可以改變的現況 不管是政治也好經濟也好 那何不我們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來去跟對岸的朋友 然後進行一些更深度的交流 那先簡單介紹我一下 那今天其實3月份那時候Gris找我的時候 其實當初我想應該是想要我講創業的歷程 那很不幸的我的工作是在上個月的時候就結束了 所以我後來就換了一個主題 就想說中國這個議題是比較少要去講的 那我希望今天就是特別做了一張這張簡報是希望 大家如果在這五個大的領域裡面有任何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跟我交流 那我是在大二生大四的時候到中國去當年交換學生 那創業的部分我的輸入走向是上個月剛結束的 那目前我現在是在中國做一個規劃 是在做Found Dream就是版本教育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都還處在初創的階段 那新創實習的話我之前也是在新創公司實習過 我是在Easy Table 那它其實已經是好幾年的公司 可是還是在新創界裡面算是非常有名的公司 那我在Easy Table裡面也學到非常多的 因為我在Walking部門 那它一樣給了Intern非常多的空間跟時間去成長跟發掘 那國際經濟部分的話 比較有趣的是去年的時候跟陳寗 就是現在拿著計時器那個夥伴 我們一起參加世界公民島的旅行家 那我們去年七月就到比利時的Mobar School 去進行一個計畫 那八月份的時候我們就代表台灣去米南的世界博覽會 擔任國際志工 那如果有興趣想聊幾句怪的話 都可以再跟大家做交流 那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 我在中國的三個故事 就三個故事 第一個呢是每個故事都有一個胖子 呃... 我剛剛突然燦笑起來 好我就是那個胖子 那這個故事呢我想要特別講一個婆婆的故事 那我記得是在去年的9月21號晚上的10點多 我從球場 我在杭州的浙江大學 我從球場他走回宿舍的路上 就從遠處看到一個燈光 就是一個很小小的攤販 那因為我在晚上的時候很怕遇到婆婆 所以我記得鬼片裡面的婆婆 總是會爬在那個牆壁上 然後會整天好反看 所以我對晚上的婆婆其實是特別的害怕 那可是我在那個水果的攤販上面呢 看到一個QR Code 就是他們講的二維碼 我就非常有興趣 我就說 婆婆你這個二維碼是你的粉絲專頁還是什麼嘛 然後婆婆不是啊 就是支付寶 就是你可以用支付寶或是微信去支付你的帳款 那我們常常知道支付寶是第三方支付非常非常 做得非常好的一個系統 可是我一直沒有深深去使用過 那因為剛好在那一天的白天的時候 我剛好申請一個帳號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讓我去使用這個支付寶 所以我就說 欸婆婆我是台灣來的學生 我第一次使用支付寶 你能不能教我怎麼樣去使用第三方支付 那婆婆呢 就說當然可以啊 她就把她褲子的拉鍊拉開 褲子上面的皮包的拉鍊拉開 我不是在演什麼深夜時段的什麼 我跟婆婆的邂逅 所以她就把她的那個皮夾的拉鍊拉開 拿出一支iPhone 6 然後她大概是六十幾歲的婆婆 然後拿出iPhone 6我已經夠 夠小 結果她就用指紋解碼 她如果今天設立密碼是000頂去解碼 我覺得就算了 她用指紋解碼 我已經看了非常促成入化 然後她就花了十幾分鐘時間跟我解釋 支付寶是怎麼去運種的 那支付寶是怎麼樣 在他們古籍的生活裡面 每天去運用到的 所以那個晚上 我買了三根香蕉跟兩個蘋果 然後就用支付寶去富豪 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國使用第三方支付 那那一天隔天之後呢 因為剛好我沒有課 其實我都沒有課 我只是演講的時候 總是會講剛好沒有課 那我就利用了一整天的時間 所以想去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不用錢包 就過一整天的生活 那我在中國兩三百天的時間 我其實領錢的次數不會超過五次 那原因就在於 我出門只需要帶一個手機 在大陸的一句話很有名 就是出門最重要的不是帶錢包 是帶中電保 中電保就是移動電源 因為移動電源其實比錢包更重要 因為你只要讓手機能活著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就花一整天的時間 我去把大陸生活裡面 最常使用的幾個APP 去把它下載下來 包括美團 包括淘寶 包括百度糯米等等 還有滴滴打車等等 我就把這些APP都載下來之後 然後我在早上十點多 先預約了一輛D4 然後在十二點在我宿舍門口接我 那我可以直接用微信付款 那我也從APP上面去訂了一張電影票 等等的 那我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沒有接觸到任何人工的支付 那所以你在台灣裡面 你可能出門叫計程車還在用 不是打55688台灣大社隊 那你可能出門之後還要帶著錢包 那我就電子商務在中國這個領域裡面 現在已經是普及到 不只是學生 不只是年輕人 不只是上班族 而是你的六十幾歲這個伯伯 他都可以用使用所謂的QR Code 那我問一下就是在場 家裡爸媽會使用QR Code的不同 懂得不去掃瞞的不同 那爺爺奶奶會懂得掃瞞的不同 我相信是沒有 我自己我連爸媽都不太會掃瞞 對 那所以這個故事是讓我 特別感受到中國的電子商務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有多麼的普及 所以戶外室的創新生活 有人知道BAT是什麼嗎 BAT 知道有幾分 那是扁勃 知道嗎 好 所以BAT是三間網路的龍頭公司 百度 阿里巴巴 還有騰訊 大陸叫做BAT 就是這三間龍頭公司 已經完全的掌握了中國人整天的生活 所以我之前在Easy Table時期的時候 一樣是一個過外式創新的時期 他打破了過去不大 訂餐第一系統的時候 你需要打電話去訂餐的一個習慣 然後去徹底的破壞過去的那個習慣 那第二個故事是 在這兩百多天裡面 我上過最震撼的一堂課 是我在大二在廈門大學實習的時候 那個交換的時候 我選修了一門英文課的 英文系的課 叫做Public Speaking 那他們的最後的課程是 每個人都會留在自己的聲音 所以每個人就是準備一篇演講 那我就寫了一個題目 叫做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Students and China Students 那 我就講完完 完美的講完十分鐘之後 就有一個QA時間 然後就有一個烏有的女生 就去送 他說 他說 You shouldn't say Taiwan and China You should say Taiwan and mainland of China 大家聽得懂這個差別嗎 當你講Taiwan and China的時候 這是兩個國家 當你講Mainland of China的時候 其實是在講內地 我竟然會聽到藝人說內地內地 就是其實是 你講Mainland of China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那當下我的老師是澳洲級的老師 他說Hey stop it 然後就叫我請我先下台 然後後來我當下其實是有點傻住 所以我沒有 並沒有回答他什麼 那下課之後呢 老師跟很多的學生就跑過來 就是別人安慰我 他可能就是 在四五十個人面前 就這樣被羞辱 然後就是被挑釁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OK我沒事這樣子 那其實大部分的大陸朋友 其實對台灣兩岸的議題 其實都非常的友善 然後也持非常開放的態度 那只是少數的朋友 還是會有比較激進的想法 那那一天回去宿舍之後 我就進去宿舍 然後發現 就室友都不在 其實我 當下眼淚就掉下來 就是我 難過的其實並不是在於 因為我被當眾羞辱 或是當眾挑釁 而是我難過的是 我終於感受到說 當你走出台灣的時候 不管在歐洲 不管在美國 在澳洲也好 你經常會遇到這樣子就是 不管是中國的朋友 或是其他國家的朋友 也許會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你心裡那種 很想去跟他抗辯 可是又沒有無力感的那種抗辯 那所以我後來 當面對到兩岸的議題的時候 我其實並不會害怕 談論到政治 談論到經濟 可是我用另外一種角度 去分析給他們聽 我說台灣 是有一個怎麼樣的制度 台灣是有一個健保啊 一個政治 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會把台灣真實的樣貌 講給他們聽 當他們真正 踏通台灣土地的時候 他們會所有都理解 所以我都了解到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 踏通過台灣土地 所以他的認知 就來自於他的課本 來自他的媒體 所以其實並不能怪中國的朋友 說為什麼會 認為說台灣是屬於中國 等等的問題 是因為 他們過去的教育裡面 就是不斷地告訴我們 滑倒台灣 滑倒台灣 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第二個故事 是 後來 包括到去年跟陳寗 到那個義大利的米韓 我們在 因為我們是不被允許 以中 以國家的名義去參加世界博覽會 那台灣有那麼一群年輕人 就是我們去自發性的 發起這樣的一個運動 一個活動 那我們就到義大利米韓的 大教堂的前面 我們就拿著旗子說 我們來自台灣 我們跟世界 介紹台灣的美食 只算台灣的文化等等 那當然過程當中 我們也曾經遇過 就是中國的游客 跑來靠近 啊 你幹嘛 你幹嘛 我覺得 當我們走出台灣之後 我們更了解 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樣 把台灣的價值 發揮出去 這是我覺得 從大二那時候 建立起來的一個觀念 所以永遠要記得 你自己從哪裡而來 那要勇敢走出去 不要活在台灣自己的小缺性裡面 不要就是 只是跟朋友說 我們台灣就是個獨立國家 然後不要跟政治的就是 那個政治人物就是 每天在選舉的時候 去被分化這些問題 我覺得你要親自去感受到 台灣的價值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知道 你出去之後 是為了回來台灣 那第三個其實是比較 嚴肅一點的話題 就是所謂的民主 所謂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就是你 是否曾經 對著中國的朋友 或是在網路上面 對他們說 那你們又不能翻牆過 你們還要翻牆 才可以上理書 你們要翻牆 才可以用YouTube 用Google 那當你在有這個想法的背後 是不是代表著 台灣其實並沒有發展出 自己的網路程度 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 淘寶 每一樣都是他們自發性的 發起本土的產業 就算這個東西 也許是COVID 美國的 美國的 歐洲的 可是至少他們是 在自己本土裡面 發展出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機體 中國目前的 美國目前的內需人口 是1.5億 未來的10年到15年裡面 中國的內需人口 是三倍了 美國現在的中產經濟 分頭 所以當 美國的1.5億人 就已經影響了世界那麼大 可想而知 未來10到15年 這個世界會 多麼的被中國影響著 所以 我覺得 當 像我去年在參加那個 天津大學的兩岸論壇的時候 我們是跟台大 跟成大 還有淡江 三天大學 還有天津大學 四個大學 一起匯聚在天津大學 然後進行一個交流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經常會聽到 我在旁邊聽到他們 互相在聊天的時候 我會聊到說 我們台灣的選舉啊 多麼的民主啊 還有學員 你們好像不能站上街頭 對不對 就是那樣的言論 其實我們是無力試的去 展現出一個優越感 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後來在事後 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 跟幾個天津大學的朋友聯絡 我說 那個時候你們的感受 到底是什麼 他們很真實的告訴我 他們認為 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活在自己的小學性裡面 台灣的年輕人 活在過去二三十年裡面 就是那個亞洲四小龍 等等的經濟發展裡面 可是他殊不知台灣 已經慢慢的被邊緣化了 可是台灣年輕人 卻思考沒有自覺到 還是堅持著台灣是因為民主 台灣是因為我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 以此為自傲 可是其實我們要必須去想 當拿掉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還剩下什麼 就是你跟我之間 都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最後我希望在 放這張簡報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在結束之後 如果你對現在的狀況 因為現在很多人面臨畢業 那很多人就是 不清楚知道自己未來 想要去走什麼 想要做什麼 不清楚想要去哪間公司實習等等 所以 如果你對上面的東西 有任何興趣 就歡迎跟我交流 那 我目前是在 就是中國那邊 在規劃一個方可能教育 那是在廈門那邊 如果你對教育有興趣啊 然後透過遊戲之間 去教育小孩子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跟我交流 那這是我聯絡資料 謝謝大家